魔藥學 很漂亮欸 你看 穿這樣好合理喔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又拜家的頻道 我是浩哥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4M的科學大驚奇玩具組 對 又是他 然後呢 上次已經有子芸介紹完第三部分任務卡了 那今天由我繼續介紹吧 走吧 OK 在開始之前我們要先製作泡泡水 那泡泡水主要材料是洗碗筋 水還有糖 然後我們先準備250毫升的水 然後加入一些糖 加入溫水裡面攪拌 好 全部溶解之後呢 再加入洗碗筋 一樣是加爆它 然後說明書上有寫說有一些洗碗筋 弄起來會特別厲害 但我不知道這個洗碗筋用起來怎樣 不然不管 就加 好臭喔 好臭喔 然後呢 再用300毫升的水把它稀釋 然後說明書上有寫說可以 就是去藥局買一些乾油加進去 然後今天就 先不加 就先這樣子用 然後看等一下效果怎麼樣 26 basic bubble fun 吹泡泡的樂趣 那這個準備的材料有 材料包中的泡泡水 然後 泡泡的棒子 兩個 然後星星跟圓形的頭 還有泡泡托盤 好 接著呢 先把泡泡水倒進去 然後把泡泡棒煮起來 然後就 吹 對 吹 不要再噴到臉 水喔 哈哈 27 magic paper one 泡泡紙魔杖 那這個要準備的材料有 泡泡托盤 然後吹嘴 另外準備我們剛剛做的泡泡水 剪刀吸管還有膠帶 然後還有A4紙兩張喔 好 首先呢 先將A4紙兩張疊在一起 然後捲起來 它縮這邊口徑大概是4公分 然後把它用膠帶貼取來 好 然後剪刀呢 在大概口徑大概4公分的地方 剪掉 然後這邊大概留跟 吹嘴差不多 半徑的地方 大概1公分 接著將這個吹嘴套上去 現在這樣就完成囉 OK 然後我們剛剛把 製作好的這個 碗子 沾泡泡水 喔 這樣可能有嗎 有有 然後把吹嘴堵住 哎唷 好像流喔 有沒有迷勤空氣震啊 等一下 等一下 黏到吹在裡面了 你在吹在裡面嗎 第一顆的時候 應該是這樣 有有 漂亮啦 28 Bubble Flim 泡泡膜 那這個要準備的材料有 材料包裡面的圓形造型頭 還有它的手柄 這樣子 然後還有它附的餡 然後還有泡泡托盤 泡泡水 跟另外準備加裝的吸管喔 好 然後把這個吸管 剪一半 然後把它套進這個 材料包裡面的繩子裡 然後再把它的尾端這邊 綁起來 OK 就完成囉 好 我們歡迎我們的 湯同事 還有我的手扒機手泡 因為我很怕手髒髒的 好 然後我們就把剛剛組裝的這個東西 泡到泡泡水裡面 水 吹到這嗎? 對 吹到這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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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子 哈哈哈哈 什麼 你要飄掉 輕輕輕輕 他還是會 欸 是這樣子嗎 好像可以喔 好像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真的嗎 你有一點點 你要再重試一次嗎 不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 我在做什麼 欸 有了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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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再試一次 欸 剛剛有欸 剛剛好 對啊 他會黏組欸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呃 好噁心 29 Bobble Geometry 几何泡泡 那有要准备的是材料包里面的 正方体 三角体 还有泡泡托盘 泡泡水 跟另外准备家中的长吸管喔 ok 然后呢 这个我先拿正方体来做示范 就是你先把它泡在泡泡水里面 每一面都要形成泡泡膜 然后事先将你的吸管 就是用一些泡泡水 然后呢 就在它的这个框里面 稍微的把边边都这样子用掉 中间有一个类似方形的泡泡 水泵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试三角形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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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个马上就成功了耶 这样子 有吗 你看 这里中间有一个 超级小可爱的三角体 30unbreakable bubble 不会破 哼泡泡 然后我们这个 要准备材料包里面的 猩猩的头 还有圆形的头 还有一根手把 然后呢 还有泡泡的托盘 跟泡泡水 还有另外准备吸管 跟一个玻璃瓶喔 OK 首先先将猩猩跟圆形的 泡泡头装在手柄上面 然后折成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瓶子里面 我们刚刚换了一个瓶子 因为要就是 稍微高一点的瓶子 会比较安全 然后里面装入泡泡水 之后呢 稍微滚动一下 让它都沾满泡泡水 OK 好的 然后把刚刚组装好的这个 放到杯子里面 接着呢 用吸管 在上面吹个泡泡 好 像这样子 然后就把盖子盖上 接着接下来的时间 你就可以观察这个杯子里面的泡泡 它就 比较不容易破掉喔 讚 31 Bubble Art 泡泡的艺术 那我们这个要准备的材料 有材料包里面的泡泡水 然后另外再准备一个容器 装它 然后还有 呃 我们是准备使用色素 但一般颜料也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长的吸管 然后再另外准备一张 干净的白纸就可以了喔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就先将泡泡水装到容器里面 然后说明书上是讲大概一公分的高度 这样子 然后就调自己喜欢的颜色 真男人是最喜欢紫色的 耶 耶 它紫色喔 你看 耶 魔药学 很漂亮欸你看 你穿这样好合理喔 接着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玩过那个 在杯子里面吹泡泡的游戏吧 就是这样 欸天哪 它是不是会没有颜色啊 好啦 先试试看 先试试看 就是我们先在杯子里面吹泡泡 好大概像这样子喔 开锁就把这个压 会不会没有颜色啊 好丢脸喔 我觉得没有颜色欸 没关系啦 试啦试试看 试试看啊 你还知道效果吗 什么都没有 好我们现在来补加一点颜料 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意用 喜欢可以在下面连结过来喔 所以 所以不能用使用色素 对所以就是 直接用那个颜料 啊记得要用水性的颜料呦 好了我们要开始 大师要开始作画了 我们再玩一次小时候 很爱玩的文明 拿出刚刚的白纸 大师的剧作就这样完成了 很有趣呗 有没有 有存在的 都贴在内容 有想要配 有用 有想要配 剧中 有想要配 就是假设我们再用一坨紫色的话 那你要再用一个紫色的 这会没有红色颜料 哭啊 32 Bubble Scotch 泡泡雕塑 它这边准备的材料有泡泡托盘、泡泡水 跟另外准备的一支吸管喔 好的 然后呢这个很简单 就只要在泡泡盘里面吹泡泡就好了 三个屁屁 屁屁破掉了 反正使了一个屁屁还有很多的屁屁 反正就可以利用吹大小不同的泡泡 然后把它煮在一起 可以制作出你最喜欢的泡泡雕塑 但会破掉 33 Invisible Engine 隐形引擎 好然后这个要准备材料有 材料包中的透明小船 然后还有洗碗筋 牙签 水 跟一个大拖盘 好的首先先将水倒到拖盘里面 要记得拖盘里面不要有 脏脏的东西或是油之类的 然后呢我们用牙签 沾一点 洗碗筋 然后呢 滴在我们的小船的屁股这边 一点 然后呢 它就会跑了 它就会跑了 有没有看到 不会动 然后加洗碗筋也穿穿 会动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那下一支影片会是由谁介绍呢 我们敬请期待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呢喜欢这个产品的话 可以到下方资讯栏查看它的连结喔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